在第五人格中 第五人格杰克的原型人物是开坛手杰克 开坛手杰克在1888年于英国伦敦的白教堂一带 以残忍的手法连续杀害了至少五名精灵 当时警方怀疑杰克的作案凶起可能是手术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五人格游戏中的杰克 爪子设计成了像刀一样的分离 开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是个百年谜团 他在白教堂附近连续杀害的五个女人中 有四个女人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只有最后一位女人是25岁的年轻女人 他就是玛丽甄凯莉在他遇害后开坛手杰克 从此消声匿迹 没有人知道他的杰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让杰克的消声匿迹的神秘女人 未来会作为新的出生者 相信吗 评论区留言哦 关注我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